大臣一章月 耻暗之心 提武惠民 故与无民 这是念老 取大臣一章里面 对无民的解释 吃是愚痴 暗就是不明 无知的意思 吃暗的心 提是没有惠民 所以叫做无民 换句话说 真心是居民 忘心是无民 忘心也叫阿赖耶什 他是 三毒烦恼里面的愚痴 也就是说 他把外面的境界 看错了 那不但看错了 也想错了 下面讲 见识烦恼 就说到了 说无民 贪 这叫三毒烦恼 为什么会有无民 六族会难大死 跟我们讲的真心 本心 真心 本心 是光明 是无所不知 这是自信的本能 真心的本能 佛数 一念不觉 从真心里头 变现出一个忘心 忘心的体 还是真心 所以真心呢 也叫自信 也叫真如 也叫本心 名字很多 都是说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 说这么多的名字 佛的用意叫你 不要执着名字 名字是假的 这假名 了解 真正的意思 就对了 这就是从假的里头 你要认识真的 好比 我常常用这个 电视屏幕 来做比 我们用 屏幕 在一起学习 不是电视 就是网络 所以 大家很熟悉 屏幕里面 没有频道的时候 是一片光明 这叫自信 这叫真心 按上频道 这叫一动 就动动 动之后 它就现像 那我们晓得 像是假像 屏幕是真的 没有屏幕 像不能现 把屏幕 比喻作真心 把这个频道 比喻作旺行 旺行 旺行跟真心 永远不能分开 那就跟 就跟屏幕 跟频道里头的 色相 关系 完全相同 但是 但是屏幕是永恒不变 就是一片白光 色相呢 刹那刹那在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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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